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个华团教求政府发出新的批文 泰国即将迎来雨季 政府官员致力防范洪灾 虽然今年的国家独立55周年庆典 一度因为一诺千金的主题被指充满政治味道 而且爱国歌还得来抄袭风波而失交 不过来到了8月31号 国人的爱国情操还是表露无遗 除了昨晚的连串倒数活动 今天在独立广场举行的庆典也非常热闹 早前所闹出的不愉快 仿佛都已经被抛诸脑后 首相德尔徐纳吉在国庆庆典结束前 除了向民众表明一诺千金的意义之外 也不忘鼓励年轻人继续为国家的进步 和我们的下一代努力 国家独立55周年庆典 今早正式在独立广场隆重上演 男女老幼都纷纷前来 为这充满意义的独立日庆祝 在一众艺人演唱和传统舞蹈等表演节目结束后 首相在小站台上挥舞手上的国旗 向表演团队致谢 并借此机会向国人解释 以诺千金的真正意义 她表示 我国独立了55年 国家和谐 稳定发展 这是一个国家给予人民最好的承诺 而这个国家和谐稳定的承诺 必须一直延续下去 因此她希望我国年轻的一代 可以继续传承爱国精神 为民族和谐和国家发展努力 我们要做这些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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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uk generasi baru untuk anak-anak kita supaya apabila generasi Y mengambil alih kepimpinan negara kita akan menyediakan sebuah negara yang lebih stabil lebih makmur dan lebih sejahtera 今年的独立55周年 庆祝活动 主要是由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协调 因此在结束致辞前 首相也不忘向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 兼国庆日庆典委员会主席 Dr. Rajadim等 筹备团队致谢 而身为国庆委员会主席的 也为今天进行的国庆庆典 顺利进行 而大表满意 我国迎来独立55周年 全国各地都养溢着喜悦气氛 而在独立广场举行的 一诺千金游行庆典 却和往年非常不同 很明显的就是 参与游行的年轻人 显著的增加了 而且呈现的内容 也比较有动感和火力 希望借着独立日这一天 拉近国家领袖 和年轻选民的距离 五架直升机飞越独立广场上空 正式拉开了 今年国庆庆典的庆务 最高元首端估 阿布图哈利莫三沙抗力 首相夫妇 还有其他政府部长 率领在场的民众 高喊独立口号 Merdega再次响彻 整个独立广场 在随后的游行队伍当中 不难发现 许多队伍一改往年 单纯使用精美花车 来走秀的做法 他们除了使用敌视巴士 来展现政府改善 公共交通的努力之外 更用这个创意的手法 来展现当局如何解决 偏远地区居民 所面对的民生问题 今年庆典的高潮就是由这一群有朝气活力的学生所呈现的爱国歌曲串销 除了许多部长跟着百东身躯 就连首相都做出配合的手势 就在一片歌舞声当中 今年的游行队伍欢腾落幕 大量加入年轻人元素的庆典 有没有可能借此拉近政府和民众的距离呢 民众看法积极 而华裕部长也都正面看待 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转变 能够改变民众对政府的负面印象 促进社会和谐 让国家迈向更好的明天 RTM李之辉杜文杰采访报道 昨晚除了在城中城阳光广场 有国庆倒数庆典之外 非政府组织也在独立广场号召一场 名为民主之诺的国庆倒数庆典 这场集会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内政部长德旭 Hisham Mutin表示 号召集会的单位是为了制造骚乱 但是没有成功 Hisham对昨晚负责执勤的保安部队的表现 赞赏有加 Bisham今早是在独立广场出席第55届国庆日庆典时 向媒体发表谈话 他补充说他很欣慰人民可以从过往的经验吸取教训 辨别一些有心人主办活动的用意 不过他也提醒人民要提高警惕 以防止有心人下次有机会趁虚而入 爱国的表现可以很有创意 也可以很有深度 罗伯州马坡摄影商会用摄影创作的印象马坡 就体现了当地人热爱乡土热爱国家 除了制作摄影书籍 他们还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把马坡的好玩好吃好买和好住的旅游资讯收集成书 制作了第一本由民间发行的旅游手册 印象马坡旅游全攻略 现在就带你去探索马坡 如果说印象马坡这本书 可以让人们发掘到马坡的乡土之美 那么印象马坡旅游全攻略 这可以让人们按图所记 把马坡走透透玩透透 马坡除了有金山 马河 海峡 这些自然生态御场以外 还有金山国家公园 市区老街 立峰港 田园风情 华人工会 八东候鸟栖息地 百年古庙 红树林沼泽 八东渔春 还有滩吃街和文打烟美食 数也数不尽 不过如果是外来游客 可能会在众多的美景和美食中走失 但是有了印象马坡旅游全攻略 这本书就不同了 为了更方便游客探索马坡 便委会把这本旅游手册 分成好玩 好吃 好买和好住 四大主题 以马坡北区和南区的划分 拟定了八条旅游路线图 把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经纬度坐标 放在每个景点的资讯栏里 图文并茂 做成一本实用的观光手册 来到马坡除了吃喝玩乐以外 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个猴子园和猴子兮兮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列入 印象马坡旅游全攻略的 其中一个旅游景点 除了自然生态 马坡的老街区也是重点介绍的景点之一 每一个建筑物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特色 就是很古朴 这个马坡的老街的话 你就可以走了半天 如果从大马路走到五马路 每一条角落的话 你可以经常看 它的建筑物的风格都不一样 那从大马路的话 它是比较早期 从1910年代开始 对于他们制作的这本手册 和马坡印象摄影书籍 许多人都给予很好的评价 它算是给马坡人认识马坡 所以它把马坡介绍得很详尽 给人家认识马坡的美食 很骄傲 给人家多认识一点马坡的文化 我觉得很满意 应该是差不多98分 90分 完成了这两本书之后 摄影商会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们可能两年或三年 举办一个票选 印象马坡十大美食 十大的所谓的建筑物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 印象马坡 部落格 至少因为这个工程是蛮大的 我们在未来是 像能够透过一个网络的形式 也算是为 马坡的理由业 为马坡的形象 做更深度的延伸 另外 马坡张全工会 也有意和他们合作 把拥有百年历史的会所 打造成印象马坡展示馆 和华人文物馆 结合新式的咖啡厅 吸引人们探索麻坡的乡土之美 RTM张忠林 专题报道 马中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发展如何 马中友好关系 为两地企业家 开拓了更多的商机 但要如何把握这些商机 和开拓更广阔的人脉 2012年成功与你有约 马中企业家大会 提供给马中企业家 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请锁定TV2 这个星期天上午11点 关键就看你怎么说 欢迎回来来看其他的国内焦点 自从关丹中华中学批文曝光后 外界就一再质疑 关丹中华不是一所真正的赌中 目前关丹申办赌中工委会 龙中华董事何华总 已经致函教育部 要求厘清批文的争议点 今天教育部副部长 达到魏佳祥透露 教育总监将就这三照要求 厘清批文的部分 直接请示教育部长 他强调工委会等三照 只是要求厘清批文 而不是修改 此外他预请各界 不要针对批文的字眼争辩不休 因为有关批文 并不会限制 并不会限制关丹中华的发展 魏佳祥今天就关丹中华的 批文事件回应时说 有关批文的第八条文已经阐明 并不会限制这所学校的 办学模式和发展 他今天第八条已经很清楚的说明 就是让你们可以考任何的考试 就严格来讲 除了幽医系 日后如果你意识到 你要拿I level 你也照样可以拿 如果根据这个新的解决 所以这一封信 丝毫没有阻止 这个关丹中华独中 那么以龙中华的建校模式 办学模式来应做 魏佳祥也强调 关丹中华与龙中华 采用相同模式教学 上课时间也是一样 每星期上课六天 上课时间是2790分钟 至于国中 每星期的上课时间是1760分钟 针对关丹中华的教学媒介语 所引发的争议 魏佳祥也做出解释 他说批文中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 指的是教育部所批准的KBSM课程 必须以国语教学 这是因为KBSM课程中 原本就使用国语教学 而不可能以其他语言代替 但是这不代表 关丹中华的教学媒介语 是使用国语 他说针对关丹申办独中工委会 龙中华董事 以及华总要求理清批文的部分 教育总监将会直接向教育部长请示 详情会另外再公布 另一方面 对于有报道指出 今年雪州华小的小六评估考试 有近八成的主考官不安华语 引起校方的担心 深怕影响华小生的表现 魏佳祥表示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某所弹小 发现有监考官与学生交流 怀疑泄漏考试答案 因此各原流学校才会进行对调 他将就此事 要求雪州教育局向他汇报 并与考试局协调 RTM廖于飞采访报道 另一方面针对官丹中华中学 是不是一所华文独立中学的风波 国内六个华团今天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政府在两个星期内 发出新的批文 同时促请教育部长出面解决问题 六个发表联合声明的华团 包括龙雪华堂 南洋大学校友会 刘台联总 林联域基金 还有刘日同学会等等 六个华团指出 教育部发给官丹中华中学的批文 没有著名教学媒介语事业 华语为主 也没有把读中同考 列为学生必考的考试 这和华社各界的期待 有一定的落差 他们希望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 丹水穆希林 能够纠正批文的内容 文告也指出 华社对官丹中华的申请情况 明显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不进行协调和沟通 华社的分歧恐怕越来越大 日本法院驳回苹果 要求三星赔偿一亿日元的诉讼 泰国和菲律宾的示威者 抗议日本渔民掠杀海豚 华语新闻休息片刻 稍后回来给您送上国际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